大家好,我是美味小水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家常版红烧鸡腿的做法 先准备洗干净的鸡腿 这个鸡腿提前泡了大概有一个小时 然后在鸡腿的正反两面搁切两包 这样做出来的鸡腿才更好的入味 把鸡腿倒进去焯一下水 然后里面加入料酒进去 锅里水煮开后把锅盖揭开 继续煮5分钟左右 这样可以更好的去除腥味 鸡腿焯好后捞出来冲洗干净 硬干水分备用 切耳蒜、生姜片、葱段和红尖椒 锅里倒入油 放入冰糖炒糖色 先入铲子把冰糖敲碎 炒到冰糖完全融化 颜色变成枣红色的时候 把鸡腿倒进去翻炒 翻炒至鸡腿完全裹上糖色即可 里面加入花椒和八角炒出三味 再加入切好的葱姜蒜和红尖椒翻炒 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炒匀 然后加入水 水刚好淹没鸡腿就行 盖上锅盖转中火炖大约20分钟 然后里面加入一勺盐和一小勺白糖炒匀 继续盖上锅盖转大火收汁 最后翻炒至汤汁浓稠的时候关火出锅 咱们这个鸡腿就做好了 做出来的味道呢非常的棒 做法也很简单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